为了让对老人家的照顾更加的完善 大度趋心成立青春会馆 这会馆同时具有长照2.0的ABC功能 不但有日照中心 还有长青快乐学堂 以及失智证据点 所有长期照顾服务以展示全包 还有亲职座谈以及心灵咨询 如同全灵的安琴班 长辈们活力四射的跳舞 展现属于他们的不老风华 台中市的老年人口大约有30多万 社区的长照服务更是迫切 在大度区新成立的青春会馆 同时具有长照2.0的ABC功能 还有长青快乐学堂及失智证据点 大度青春会馆是好办照顾协会 第一家的旗舰店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 截然不同的日照中心 我们从社区服务开始做起 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all in one 的整合照顾模式 想要在这一栋建筑物当中 来满足所有大度居民 它的各方面的需求 会馆的前身是当地知名的幼儿园 但随着少子化的影响 从托儿所转变成托老中心 今年更成立日照中心 成为地域性综合资源服务中心 提供全方位的家庭服务 等于是全灵的安琴班 我们的青春会馆这个日照中心在我们大度成立 那这个日照中心的成立对我们不管是长辈来讲 或是说整个照顾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压力的减轻 大度青春会馆的这个成立因为已经有一阵子了 那今天特别是因为又有日照的课程 艺术的课程 长照的课程 还有我觉得他们是那种很创新的客制化的 如果说老人家需要怎么照顾他们都可以配合 议员吴琼华也捐赠2000份单用餐给需要的长辈 协会也提供社区老人就医的交通接送服务 希望帮助每位引发长辈都能安心的快乐生活 借杨宗换台中采访报道